OK,大家好,我是徐欢,非常高兴参加今年的PASA Summit Azure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分享是使用技术设施集代码来管理PASA的新方法 今天的分享将会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将用我给大家带来G-Terraform Provide的PASA 使用Terraform来管理PASA的方法 第二部分将用我的同事王福树给大家带来G-PASA Resource Operator 这个工具使用K-8SCRD来管理PASA的方法 OK,在开始之前,简单的做个总介绍 我是徐欢,来自SG-Native的软件工程师 目前主要是开发G-PASA的SG-Native Cloud的云产品 这是我的Github ID,Max徐 很高兴认识大家 我今天的分享将会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我们的Background的介绍 主要会介绍我们的Infrastructure Code是什么 以及我们要操作的PASA的管理数据 包括哪些 第二部分是我们的Motivation的介绍 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想到用Terraform Provider PASA来管理我们的PASA资源 会带来哪些好处 解决哪些问题 第三部分将会重点介绍我们的今天的主角 Terraform Provider PASA的用法以及简单的原理介绍 还会有一个小的demo 最后一部分呢是对我们未来的工作以及Roadmap的一个展望 OK 那开始我们的第一个问题 什么是Infrastructure Code 基础设施记在吗 它到底是在讲什么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VKP上的一个官方的一个介绍 Infrastructure Code我们缩写为IAC IAC呢它其实表示的是一个过程 它是我们的基础设施管理Provision的一个过程 它相较于我们之前用人工手动编写 脚本手动去操作的一个过程 IAC它带来的是用code 用我们的代码来管理我们的基础设施 它代表的是一种理念的创新 一种方法的一种创新 简而言之呢 Infrastructure Code 它其实就是用代码来编写 来规划来创建我们的基础设施 这个就是IAC的内核含义手带 那我们用IAC工具要管理的PASA数据 是包括哪些呢 首先我们目前的PASA 大家知道是包括两方面的数据 第一个是我们的管理的数据 第二个是我们生产消费的数据 我们今天所要操作的数据的主角呢 就是我们的管理数据 包括我们的Cluster资源 Tenant的资源 Namespace Topic 我们的Source Sync 等等这些资源 所以我们Tenform Provider 它并不是去创建一个PASA的数据 而是说如何来管理PASA的这些数据 OK 做了这个背景的介绍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谈一谈 我们为什么会想到用IAC来管理PASA呢 带来哪些好处 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呢 我们先来回复一下 我们现在假设想要创建一个PASA的Tenant 或者是Namespace或者是Topic 我们有一些方法呢 目前我们大概会有以下三种方案 第一种呢 使用PASA自带的PASA的命 这个CLI工具 第二种呢 是用我们的PASA Control 这个是Synative开源的一个管理PASA的工具 它的作用效果也类似于PASA的命 第三种方案呢 就是我们直接去调用PASA所暴露的Admin 相关的HDP的API 使用HDP的方法去创建 去创建 去创建这些数据 OK 那这三种方案 它是目前有哪些问题呢 这三种方案 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会需要引入大量的人工的手动的去操作 不管是CLI工具 还是你去调用HDP的API 你都会需要大量的手工的操作 你需要在命令行里面 你需要在代码里面去写 然后随着而来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第一 你失去了对你的旧设施的一个状态的管理 这些旧设施的状态 它到底经过了这些操作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做了一些面根 你是很难去control 同时呢 带来的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 你的这些操作 不管是CLI的操作 还是HDP API的操作 它是 可能被复用的 因为这些都是在你的本地 然后你手中去执行的 它也没有版本管理的这些概念 还有带来的问题呢 就是你 因为你失去了对你状态的一个管理 所以说你很难去验证 你旧设施将要发生的这些变更 等等 还有很多其他问题 这些都是 由于繁琐的人工手工操作 带来的这些问题 所以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呢 我们就引入了 IC工具 使用旧设施机代码来解决 OK 使用旧设施机代码呢 我们要达成的一个目标呢 就是要解决我们的一致性 还有我们的密等性 这两个目标怎么解读呢 首先 我们所有的操作 我们都要变得自动化 而不再是手动的 人工的一条条的去操作 一行一行的代码去编写 我们将我们旧设施的创建 我们的部署 资源的部署 都将它变得自动化 这是我们的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 对基础设施的操作 基础设施状态的管理 我们都会放在我们的 版本管理系统里面 我们都可以用Gate 来进行 回滚 review 然后呢 你还可以做 自动化的测试 这些都是带来的一个好处 还有一点呢 就是我们可以将我们的这些操作封装起来 变成一个可以复用 然后可以更加方便的一些库 现在在 Telephone Registry 这个公共的仓库上面 托管了大量的 公有的这些 Telephone Provider 还有Module的一些库 你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 你直接调用这个库 就可以拉起一个AWS的基础 所以说 这是非常方便的 所以这也是我们用来解决 Posal 这个管理数据难题的一个有效的方案 OK 那说了这么多 我们如何来使用我们的 Telephone Provider Posal呢 OK 很高兴的就是呢 我们的Telephone Provider 也发布在了 Telephone Registry 这个公用的商务上面 大家可以 使用屏幕上这个地址 来很方便的获取我们的 Telephone Provider 然后在这个页面上面 我们还可以看到 它的就是Documentation 它的使用的方法 是怎样子的 OK 接下来呢 是一个简短的代码片段 用来说明我们如何来使用 这个代码片段呢 就是用来创建一个 Posal的topic OK 这个大码片段 我将其共为三个部分 一部分呢 可以称之为 导入我们的Posal Provider 这是对我们 Provider的一个声明 指定我们的Source 和Virgin 这个Source呢 就是刚才在 Telephone Registry上面那个地址的 第二部分呢 就是连接到我们的Posal机群 OK 当然在我们运行大码之前 我们会确保有一个Posal机群 是在运行的 当然呢 使用Web Service URL这个地址 来连接到我们的Posal机群 这个使用过Posal的min 或者是Posal Control的 我们应该是比较熟悉的 第三部分呢 就是来指定我们想要操作的Posal数据 这儿的Posal数据呢 我们指定的是Posal Topic 这个Topic呢 它归属于是哪个Tenant 哪个Namespace 这个Topic的它的类型 它是持久的还是非持久的 然后它分区的类型 它是否要分区分几个区 然后你都可以在这里面指定 然后最终就指定一个 这个Token名称 这是Topic OK 你说这个这小段代码就写完了 然后写完之后就直接执行 Tenform Apply 然后就有一个新的Topic就生成了 就这么简单 接下来我们先再看一个 这个稍微复杂一点的一个例子 这边是我们创建了三个资源 Posal的一个Tenant Namespace 还有Topic 然后可以看到我们在Token里面 我们是可以去引用 我们在之前创建的Tenant Namespace的 就像我们引用我们的变量一样 所以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实现我们 多种不同的资源的 集联关联 这也是非常方便的 OK 说了这么多呢 接下来是一段 Demo的时间 毕竟Topics 去不选一只Code OK 首先呢 我的环境里面是用Docker 拉起了一个Standalone Posal的集群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当前的这个Posal集群上面的 在Public Tenant Default Namespace下面的Topic 可以看到目前是没有任何Topic的 OK 然后我们进到Tenform的文件里面 我这边已经准备好了 一段Tenform代码 这个其实就是刚才我展示的 那一小段代码片段 短短的19号 OK 接下来我们就来执行 先执行Tenform Unit 行TenformUnit 它就是将我们的Tenform Provider 从Tenform Registry上面 拉到本地来 OK 然后我们再执行Tenform Apply 请Tenform Apply之后 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边会告诉我们 接下来我们的这个Posal集群 将发生的事情 这边 绿色的加号就表示 我们的Posal集群上面将会新增 这些Posal的Topic OK 我们确定输入Yes OK 接下来我们的集群就创建好了 我们先来验证一下 这个是否真的创建出来的这个Topic OK 大家可以看到 已经成功地创建出来的这个Topic 就这么神奇 然后我们 再来看一下发生什么呢 其实这边有一个Tenform的一个State的文件 这个就是对于我们基础设施的一个状态的一个管理 OK 接下来假设我们不想要这个Topic了 那我们直接执行Destroy 然后这边依然会提示 我们的基础设施会发生哪些变更 我们确定输入Yes 好 我们Topic就创出了 我们再来确认一下 是否真的创出了这个Topic 好 已经确认我们确实真的创出了这个Topic OK 这个简短的Demo是怎么样实现的呢 这也简单的对我们的Telform Provider Parser的原理做个简单的介绍 这边绘制了一个简单的示意图 从我们的Telform的工具到我们的Telform Provider 到我们的Parser进行中间数据的流动 首先第一步呢 我们刚才实行Telform Elite和Telform Applied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的Telform Provider发送了一个RPC的一个请求 OK 我们Provider收到这个请求之后 它就通过HGP或HGPS向我们的Parser Cluster进行请求和通信 然后我们的Parser Cluster做出相应的变更 或者是查询之后 反馈给我们的Telform Provider 就是一个HGP Response 然后我们的Telform Provider呢 再通过RPC的Response 反馈给我们的Telform工具 然后我们就能够看到我们的旧设置 将来发生这些变更 然后这样子来就实现了我们对旧设施的状态的管理 然后规划 Review 这些都是我们通过Telform Provider工具来实现的 OK 那除了刚才演示的这几个功能之外 我们目前Telform Provider还支持操作哪些Parser资源呢 我们目前Telform Provider支持操作六类Parser的数据 从我们Parser的Cluster Tenant Namespace 到我们Topic Source 还有Sync 这些资源 我们目前都是支持的 同时在连接Parser击群的时候的认证呢 我们目前是支持使用Token和Auth2Zero这两种方式的 OK 那目前看来是有比较丰富的功能 那接下来我们还要做些什么工作呢 接下来当然是我们要支持更多更丰富的功能 我们在接下来将会让Telform Provider支持去操作Parser的Subscription Parser的Function 然后支持对Permission做Grant 然后支持对Broker做Dynamic Configuration 等等还有其他更丰富的功能 这些都请大家敬请期待吧 最后呢 在广播下我们Telform Provider Parser的Github地址 我们是非常欢迎各位开发者来参与我们的建设 不管是你提issue tpr.watch.start 我们都是非常欢迎的 一起把我们的Telform Provider Parser一起建设得更好 我们一起用更加方便的方式来管理我们的Parser击群 OK 以上呢 就是我今天全部的分享 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 接下来有请我的同事王富树 为大家带来Parser Resource Operator的分享 哈喽大家好 很高兴参加这次的Parser Submit Asia 我叫王富树 目前是在Stream Native Cloud团队中国去的一名工程师 然后主要参与公司中Parser Cloud产品相关的工作 今天呢就由我跟大家分享一下Parser Resource Operator 今天这个话题的内容呢主要分这么三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讲一下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Parser Resource Operator 第二部分就讲一下这个Resource Operator是什么具体做了什么 第三部分则是介绍一下如何使用Parser Resource Operator 那么首先我们先来说一下为什么需要Resource Operator 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啊还是想为用户提供更加丰富的这个Parser资源管理的这种方式 因为Parser本身有需要管理的这个内置资源 例如这个Tenant Namespace Topic Permission等 Parser本身就是也原生提供了这个命令行的这个管理工具 例如Java版本的这个Parser的命 以及Golang版本的这个Parser Control 通过这些命令行工具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对Parser的资源进行创建 更新删除等管理操作 还有就是刚才Max同学提到的这个Terraform Provider这个方式 但其实在日常开发调试项目运行或者说是项目维护等不同场景下 工程师往往会根据实际情况去做技术选行 比如说同样是对Parser资源进行管理 针对不同的使用场景 工程师肯定希望会有不同的方式能来满足对应的场景需求 从而减少这个工程师额外的工作量 例如在日常开发调试中 直接使用这个Parser Admin等命令行工具去管理 要更直接方便一些 但如果是在CICD的一些集成场景中 比如说是在Parser Cluster部署完成之后 或者说是在用户实际的部署 他们的应用之前 不会去初始化一些默认的这个Parser资源 例如是未经用创建具体的这个Parser Topic 那么这个时候使用命令行的方式的话 相对的是比较麻烦一些的 需要工程师去额外的编写脚本 去集成到这个CICD的这个部署中去 然后再一个就是说 比如说对于使用这个Teleform技术占比较多的这个项目 如果工程师在初始化Pars资源的时候 他肯定是倾向于使用刚才Max提到的这个 Teleform Provider的方式 直接使用统一的这个技术工具去管理这个资源 当然提到这个K8S的话 其实大家都不陌生 K8S本身是一个可移植的可扣展的一个开源容器编排平台 当K8S而且当前K8S的话已经成为了这个 容器化部署的这一个业内标准 尤其是K8S在自动化部署运行资源利用率 多云之间的可移植性等多方面的这个优势 越来越多的团队都在将其应用和服务都部署在这个K8S上去运行 那其实Pars的话也不例外 就是Stream Native的这个Cloud产品也是基于K8S进行这个部署运行 在我们的这个Cloud Console上面就是可以一键部署 几分钟就可以拉起一个生产级别的ParsCluster 目前的话我们其实也有这个免费的版本 然后欢迎大家来试用 所以说同样就是说在这个K8S环境中 如果要对Pars资源进行管理 那相比于使用Pars的命令行或者是Terraform Provider 那么更加K8S化的这种方式的话 那就是这个通过声明这个Pars资源的Manifest 然后利用这个K8SController去实现这个资源的管理 因为本身它利用了这个K8S原生的一些特性 去实现这个Pars资源管理 那么比如说如果是在这个Pars资源管理 集成到这个CICD的场景中的时候呢 就是一种相当于无缝衔接 所以就有了这个ParsResource Operator这个项目 其实就是为Pars的这个管理资源管理 提供一种K8S化的这个方式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这个Resource Operator是什么 具体做了什么 提到Operator的话 这个Operator其实是K8S提供的一种扩展能力 让我们可以利用自定义资源 内置的工作负载 以及Controller这个机制 去自定义我们服务的这个自动化部署 运行和管理的流程 Resource Operator的话 也是利用了这个Operator加CID的这个扩展能力 去实现对这个Pars资源 在K8S提供中的这种自动化的管理 目前呢就是已经支持管理的这个资源呢 有tenant name space topic以及这个permission 然后与之对应的这个每种资源的话 在这个Resource Operator中都有定义一个CRD与之对应 当前这个Parser Connection的话 其实并不属于这个Parser资源 但是它是在Resource Operator的日动中抽象出来的一个这个CRD的概念 就是它主要表示了这个Parser Cluster的这个地址信息 以及这个认证信息 目前这个Parser Resource Operator这个项目的话 其实已经开源了 就是更多关于CRD的这个详细内容 以及这个文档的话 大家都可以去查阅这个项目文档 当然也欢迎大家这个多多使用 然后提交issures commit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看一下去要如何使用这个Parser Resources Operator 我们手边来看一下这个部署方式 当前的我们提供了这个Helm Chart的这个部署方式 和Parser其他的这个operator一样 你也可以在这个Artifact Hub中 就是能减锁到这个Resource Operator 后续的话我们还会提供这个OLM的这个部署方式 因为在这个Red Hat平台上的话 其实就是在他们这个console页面上的话 其实是直接有这个一个operator hub提供的这种部署方式的话 其实就是这个OLM的这个部署 好的 然后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Resource Operator的这个安装 首先的话我们就是通过将把这个Stream Native这个Chart地址 添加到这个Helm的Repo里边 因为我事先已经添加过了 所以说他在这有提示说Already existing 然后的话我们去安装一下这个Resource Operator 我是默认会把它这个安装到这个指定的一个Namespace下面 OK 目前的话ParseResource Operator已经是发布了一个一个这个V1版本 V10.1的这个版本 当这个ParseResource Operator安装完成以后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这个里面其他的operator是我提前准备的一个Parse classclass的环境安装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个Resource Operator的这个日志 目前看的话就是通过这个日志可以查看这Resource Operator的话 在是正常这个运行的一个状态 然后接下来我们去真正的去实际创建这个Parse的资源 就我们在真正创建这个Tenant Namespace这个资源之前的话 我们也首先要去创建这个Parse Connection 因为Parse Connection的话是刚才也提到了 是在operator里边新定义的一个资源对象 它里面就是指定了这个Parse Cluster的地址 在KParse中这个是一个Service地址 然后也指定了这个认证的这个信息 对于目前的这个认证信息的话 主要支持这个Token以及这个ORS2的认证 当然因为两种认证方式的不同的话 其实它会有这个不同的这个参数 比如说Token的话 这个是通过读取这个Secret的方式进行的 如果是ORS2的话 会有这个Endpoint的Essures等不同的参数 就是更详细的这个参数说明的话 大家可以去参考这个项目的文档 以及这个代码 然后我们先来创建一个这个Parse Connection 我是先准备好了这个Connection的这个YAM 可以看一下 就是和PVC中的例子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用这个CubeControl的去Apply去创建一下 OK现在已经创建成功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OK现在这个资源已经创建了 虽然说没有Rite 但其实是因为这个还没有去深圳的去Reconsole 执行使用它 所以说这个当前这个状态没有改变 然后我们接着看一下这个下一个这个资源 实际上我们去创建一个ParseTenant这个资源 ParseTenant的话 在这个事例中的话 就是主要是有这个 它的基本的这个必要的参数 一个是Tenant的Name 然后以及Tenant所对应的这个Admin Rules 这个Connection Reference的话 就是我们指定的我们刚刚创建的那个ParseConnection 就是这个Tenant是通过是通过这个Connection 向这个Connection对应的那个ParseCluster里边去创建 OK 然后我们去创建一下这个 先看一下这个 这个样例和代摩种意志 这个地方其实多了一个多了一个参数 就是这个Life's called Policy 这个代表的是 就是说我的这个Penant的资源 就是删除的时候是保留 还是实际的删除 这个参数的话 就是更多这个参数的 因为实际的话 它其实有更多这个参数 那个参数的详细说明的信息的话 大家其实可以去到这个Resource Operator 这个Repo里边去查看这个详细的这个文档 OK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执行一下 OK 在执行之前的话 我们可以先去 先去这个使用命令行的这种方式去看一下 就是在现在当前 就是当前的这个环境里边 我们的Tenant是默认的这几个创建了PaaS Cluster以后就会有的这个Tenant 嗯 然后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即将要创建的Tenant的话是叫Test的Test的Tenant 对吧 它还没有 然后我们可以 我们去创建 Apply一下这个YAML OK 已经创建出来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PaaS Cl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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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看到就是PaaS Cluster 的这个当前这个一个状态的话 其实已经是Ready了 然后我们来商谈一下这个PaaS Cluster Connection OK PaaS Cluster 现在的状态已经出来了 然后呃 现在的话就是PaaS Cluster的这个资源已经创建了 然后我们实际的去这个PaaS集训里边用呃 命令号工具看一下这个资源是否已经真的实际去创建了 你看就是我们刚才指定的这个TestTenant的呃 这么一个Tenant实际的话已经去创建了 呃因为刚才有指定一个这个 LIFE SQL POLICY的这个参数嘛 就是Cleanup After Deletion 也就是说当我要创建了这个Tenant资源的时候 实际的话也会去这个PaaS机群里边去把呃这个实际的PaaS 资源也会给创建了 然后我们可以验证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验证一下 OK 现在这个PaaSTenant已经是已经是删除了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呃命令好像工具这儿然后查看一下它是不是 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PaaSTenant的话 现在其实已经呃TestTenant的话 现在已经是实际的已经被删掉 OK 呃 Demo的话我们目前就以这个PaaSTenant为例 就是更多的那个PaaS资源的一个创建的话 大家可以去参考呃这个项目文档 然后去试用执行一下 OK 呃目前的话针对这个PaaSResourcesOperator的话 主要的这个使用场景呢 其实有用户来这一次的话其实有两种 第一种啊就是这个呃 比较就是传统的就是说呃 普遍的一个这个使用场景的话 就是说去呃 对这个资源的这个管理就是呃 抛开这个命令行的方式的话 就我利用PaaSTenant这种声明式的这种方式去定义好我的这个呃 资源的这个Manifest的文件 然后通过CoopControl文件Apply去实现这个资源这个创建 呃第二种这个使用场景的话就是很多用户 呃实际的是在他们的这个CICD 的集成里边就是将这个ResourceOperator 呃利用了起来 呃通过他们在CICD的过程中去生成对应的这个 这个Resource的这个Manifest 然后呃 呃创建出呃在这个他们的服务启动之前或者PaaS 的Cluster启动之后完成这个呃预定资源的这个一个初始化 目前的话就是 主要是这两种场景要跟使用场景要都更多一些 对 好的 然后这是这是这个PaaS RisourceOperator Github地址 呃大家回头的话可以去打开 呃看一看 然后这个是这个PaaS RisourceOperator 在Artifact Hub上面的地址 大家可以可以去搜一下看 OK OK Thank you 呃我今天的呃这个演讲分享就到此结束了 然后感谢大家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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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